这些事实是有心 特意和女儿去那家餐吃完东西 看见有这些 留一杯钱给我来考验我 真是不错不错 刚刚Eon正在播剧 二世纪屋第2期应该结束 当然这套戏真的挺刺激的 另外其他没什么新版好想看 找到一套 量产型离子 由那家玩意公司合作搞的 说过你自己如何入手可以赤模型 又是玩截愚戏的 可能现在都是偏论体类多些 就会不重负担 消遣的东西 当中第一集当然是这样 讲到最爱名句 就是模型可以自由发挥 做出属于你自己的量产型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都提过这个话题 这一款大好纹 因为双熟人知道 我需要收一只旧的 就和自己收头一只 撈乱骨头 撈回来更好 这些比较残的件 可以这样盖上去 有扮演无限手套 有螺丝批 撈回背上去 还要做这些 诶 最重要是可以射 另外那套二世界居住屋 就完了 有些人就经常说 这些电影找个亚洲人 套个假发扮鬼佬 很多人说不喜欢的 很噁心 大哥是二世界来的 说到名 他真是个鬼佬的样子 我更害怕 所以反而这些没有违和感 人家要看起也要转弯 而且要懂得看 别人说二世界 什么都可以的 有什么说的 另外 因为为什么呢 我常常都骂 有时候人不懂得看起 我常常举两个经典例子 一个就是赌神 法哥 最后来说戒指 戒指 不知道为什么呢 到今时今日 还有些人 常常说赌神 去领戒指的变牌 算了 他们怎么想 不想 另外就是 当年 那时 我常常去电视院看电视 那时是二刑第二集 很多年前 最后结束 那时 斯科尼伟 花大蜜 那些女孩上了一辆飞船 而上去鬼渡 没有船 飞船一下 就撞开了二刑后 然后飞上去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 那些戏院 几乎有五分一人 是起床去走 而去刹完牆 其他人就立刻喝着 还没完的 上下了 遮住了 那他们 不懂得看电视 没有看过大堂那些剧照 你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 以前他会把那些戏的一些剧照 大大幅黏在大堂那里给你看 那他就是最划算第一次 懂得看 就是分析一下那些鬼佬的科幻片 就知道了 他这个是第一次用人驾驶 一个类似机械 或者外骨架结构 来打怪兽 在以前世代一直是没有的 是来到近年 终于去到驾什么环太平洋 才驾一只 没有连那么大机械出来 一向西方的科幻界 是接受不了由人驾驶机械的 就知道为什么自己查 不多说了 吹一下水 这么静 我怎么不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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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下 我本来想录下一个打雷 我现在又不打了 打雷就爆声 我心想我订你一切 打到那么响又如何 都拼不死一样的 这个雷真的 打那么大力雷 怎么做什么 我认为 打算用来当 战底音乐 那么慢慢的声 就不用被别人 打雷 大家不知道 我这种很奇怪 后期有些音乐声 就会被别人打雷 这条片 又说受限 这条片 试试最划死那次 我有条片 我以前的片 我都没有声 这条片没有声 他都说我音乐心拳 就怎么样 没理了 这人就会继续搞一下 一些高人量产影 还有追一下剧 有什么好介绍 或者心得 或者有什么意见 可以欢迎一下 留下言 交流交流一下 因为盲佬在不上 还有什么好看 但是 告诉我 如果识熟 我都知道 有什么路数 那些太过 打丧丝 怪兽 那些太过压力大 那些戏 不要教我 或者文抢太多半 又不行 今天吹字这么多